大家好,我是Andy,今天是2024年8月26日,星期一拍片,和大家跟進幾個市場的技術走勢和波羅分析 首先看看恒子今天的走勢,看見恒子今天升了143點,是高開的,接近日線的89mA,差一點點碰到 它現在就像在走從這個位置跌進去的B浪,A,接著是B,應該稍後會有C,如果要走C,它應該會收到日線的8mA以下確認 所以暫時還未確認,但是如果數浪,它這裡走的第三重的反彈應該就差不多遠 看看Patreon分享的圖,看到日線圖,看到這裡走WYZ上去 那這裡反彈有機會去到一個阻力位,這個阻力位是17800多,那這裡是用月線的一個量度,Retracement的量度 那就找到這個阻力位了,那暫時呢,今早就差一點點到的,那如果真的去到,轉向的機會都大 那看一看,那看一看月線,月線看到拿回2024年1月的底,還有5月的底,1月的底,5月的底,今年這樣 那就做回Retracement的量度,看到它這個月跌到0.618之後開始做反彈的 現在就差不多跳了兩級了,看到呢,上一格就是50%,17284,那再上一格就是0.302,17876,那它看到差一點點到的 但是就很難說的,很難說到不到的這些位置 那看一看它的反彈,看到日線也有條MA在上面,日線也有條MA在上面 那這條MA跟剛剛的比例位置呢,就重疊的,看到都是這些位置 那就看看會不會有機會去到才再下 那它現在在走一個Z浪呢,W,Y,Z,那就是由這個位置開始它會走一個A,B,C的 那看一下這裡是不是個A,如果A,B,C1,C1,C2,C3,C4,C5,那就去到C5的了 яз好像差不多 yht waiversующ''A,C123,C5,JC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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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4,C5,C5,C5 那這個方向,就是我以往這邊的南最貴間就是可以打算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去那些位置 剛剛好是1比1的,因為這是在走Z浪 Z浪是分ABC的,通常A和C有機會是1比1比例 所以這裡也有機會是這樣 只能夠說,走完Z之後就會轉下去 但Z浪會不會是到這些位置才再下呢 這也是很難說的,即是它會不會說裡面的ABC全部都做完 然後就開始下呢,也有這樣的可能 如果要確認的話,也可以是 可以4小時的話,收穿這裡的支持位置 收穿17676這個位置 收在下面,應該就能確認到Z浪源 如果用小時圖去確認呢 如果用小時圖去確認,可以這裡有個移動支持 就會再早一點點知道,大概這個位置 就會比較近一點,看到距離這個位置 距離這個位置 如果收在下面,應該是有機會石浪也結束了 這個位置就是大概17711 17711這個位置 看看它會不會收穿,收穿就應該下的機會大 如果不是,它沒有收穿 它也可能在這些位置再上去 試上這個位置再下去 那就看看 再看看 看看 上陣指數 那 恆子,如果用現貨圖小時圖去確認 也有 可以看回8MA 這個位置 這裡是STC 70以上 它差一點點 4差 當它4差真的出現的時候 再配合它 收在小時圖的8MA以下 都可以確認它轉向 暫時看到 都還沒有收到8MA下面 所以暫時還沒有確認到 看看 上陣指數 看到上陣指數 它就似是繼續下去0.786這個比例 周線圖 前面這個升幅的0.786 這樣 都似是可以去到的 繼續 在向那個位置走 那就 都沒有什麼特別了 都是在向 都是在跌下去 那 看看 倒字 看看標榜白指數 看看標榜白指數 看到日線圖 它還沒有收在5MA以下 所以都確認不到 看到這裡上去 這裡的反彈上去 站穩了5MA之後 它都沒有試過失守那條5MA的 看到都沒有試過失守那條5MA的 即是要日線收在5MA以下 才確認到它轉回跌 那個跌 那個跌浪才會開始回 但是現在呢 其實都是一些相對高位 看到是 在牛區 看到MAC的快慢線 都脫離了HIST 都是屬於一些相對高位 看看它 之前 跌下去 跟著做反彈 那這裡跌下去 跟著反彈 看到已經收回音竹了 它收回音竹 而且這個頂 是無聲村前面的頂 可以看回那個數字 看到最高是5642.6 這裡是5642.58 差0.02 看到都沒有聲村 那麼 反彈全部都是陽燭 然後收音竹 那這裡有機會就是 是個1 2 走個3 那也有機會完 那個2 也是 因為已經是收回音竹 那這裡有機會是 準備走個3 那這裡就是 那這裡就是 它上次收了在那個 4小時的 34MA以下 那就是說它 有一點暗時 它是準備會 將這兩條MA 做四叉 但是它再彈一彈 它的反彈力也很大 大到99.9% 整個跌幅99.9% 那麼 將 這個反彈 將那兩條MA 再拉近一點 就是會收窄了 那麼 收窄了 就準備 四叉了 通常都是 大部分情況都是 它死叉之前 要收窄 收窄完 就四叉了 那麼 它要死叉 即是它來近 走勢會是 跌浪的 那麼 一直做跌浪呢 才會令到這兩條MA 做四叉 看看是否它真的 是不是真的會這樣走 那麼 如果是這樣走的話 就是 應該就 就像是 走過平台浪C 就是這裡 平台浪A 這裡 平台浪B 那 就準備走過平台浪C 這樣 這樣 才上回去 那就看看 看一看 看到這些位置 阻力都大 試了四次了 小事圖 試了四次都 站不穩在上面 所以就站不穩這些位置 就應該是 可以是看譚的 因為它都 比較多的利淡信奴出現了 那麼 就看看 看一看 看一看 那 看一看 立子的走勢 看到 日線圖 那麼 它上個禮拜 就 在這個位置 轉了到陰竹之後 它是 support by 那條55MA 然後開始有 洋竹的反彈 那麼 彈了兩日洋竹 那麼 這個 因為它彈的時候 都沒有寫穿頂 所以這個 都還可以是1 2 浪這樣數的 看看會不會今天 開始轉到3浪 因為如果這個是反彈 就應該是這些位置 開始轉到平頭浪 C 如果它升浪 這裡就是1 2 3 4 5 這樣才行A B C 然後再上 那 那 同樣 它將 它要做反彈 然後將那個 3 4 MA 和那個 21 MA 開始是 收窄了 那 收窄稍後呢 它只要是收在下面 留在這裡 這些位置 就會做四叉 四叉之後呢 通常會跌得比較急 OK 那現在呢 就似在走 最少是一個A B C 最少是一個A B C 那就是準備會出C的部分 那 那 就是這裡大概是這樣走 如果是走1 2 3 4 5的話呢 就是這樣走 那指標上呢 也是似 應該 看得比較淡 看看 道指 那道指 看看 它就比較像是 有個五浪結構的 道指的話呢 它比較像是五浪結構的 有線圖 1 2 3 4 5 那 但是它就差不多去到一個 1.618的阻力位了 看到有這個位置 看到它差不多去到1.618的阻力位 那 無論如何都好 這些比例位都比較重要 1.618的阻力位都比較重要 1.618的阻力位都比較重要 阻力會是大的 那 它差一點點度 看到是未升穿的 看到是差一點點才升穿 那 那會不會升穿了才開始 這個 這個 跌浪呢 那都難說的 只能夠說 它就 因為今天已經破了沉上一天的頂了 然後還有一些固滑 那 既然它破了上一天的頂 它增加了它轉跌的機會 即是增加了它轉頂的機會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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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再上去再增加這個阻力位才會再增加呢 其實都相似的 其實都 簡單來說就是 這附近這些位置 應該那個 都是一些比較 體壇比較好處的位置 那 那 就 如果 這裡是有個1比1.918的關係 它 有機會是一個A B C 那 也跟之前 其實如果兩個指數 走一個平台狼A B C 這樣這個看法都是吻合的 只不過是這裡A B C 就是這裡是要有個 五浪的結構 但問題就是它其實這個平台狼B的反彈呢 它可以是W,X,Y也是可以 所以這裡是一個A,B,C也是可以的 這裡是A,B,C 這裡也是一個A,B,C 也是可以 這樣的話呢 即是說 如果它日線圖再收音速 就有機會是完的了 這裡這個平台狼B反彈是完的 所以 所以 看看今晚會不會收到音速了 如果收到音速 就應該是下去的了 那 它的指標就 再差一點 因為它那個 MAC的慢線 脫離了很久了 越是脫離得多 和越是脫離得多 它轉向的機會就越大了 那 看看黃金的走勢 看看日線圖 它就之前去到2530那些位置 然後做了一個調整 看看調整是分一重還是兩重而已 看到它現在呢 有點像是會走多一重調整 這裡可能是一個W,X,Y 而它這裡呢 它是沒有升穿過X浪的 即是它可能是一個SS浪 那 如果要走一個Z 就會再跌穿多一次2470那些位置 這樣才上 這樣才上 的確是 沒有升穿X浪的位置 那 暫時的看法呢 因為它已經由全部洋竹 轉左 看到有支陰竹 在這裡 那就是有機會這裡 這個浪完了 這個浪完了 那應該是 有機會就開始 有機會跌穿這個底 那會不會這裡是一浪呢 那也要數到裡面有個 驅動浪才可以的 即是說呢 要數到這裡裡面是有個 五浪結構 看到這頂打鏡頭就不太像了 差了會不會有個 推進浪在這裡 那看到它 頂和底之間好像都拉得比較開的 那也不排除 那就是說 會不會這裡是 走 已經是走一二浪呢 那 稍後呢 就走三浪了 那也都有可能 即是現在呢 其中一個看法就是 跌穿這個底 先再破頂 另一個看法就是 回一回 可能一半 可能回一半 然後再上三浪 那 主要是這兩個看法的 那 而它跌下去呢 也都 不太像有一個 下跌一浪的走勢 那 那 基本上可以排除它 見頂 即是這個位 應該還未到頂 那 如果這個位還未到頂 那 應該 如果這個位還未到頂的話呢 應該再上就會是 再上就會是 2566那些位 那些位 應該就是 那這個是周線圖 量度的一個阻力位 這個 純粹就是阻力位 但是它是 1.618來的 那有時候 1.618很多時候 都是一個三浪的比例位置 那 那會不會 另一個看法就是 會不會 其實已經是三浪做了呢 那 也有這樣的可能 當然 可能三浪就在 2.518以上做了 看到它是站不穩的 那 就 即是現在呢 隨時有機會走過四浪 四浪是調整的 那 即是 現在都比較難看了 因為它 月線的話 因為月線的大位 它就是 2567那些位 那些位 剛剛看到周線圖 現在 用回這裡的 這個位置是 1810 剛剛是用回 這裡去量度的 剛剛是這裡去量度 這樣去量度那個 三浪的位置 應該是比較對的 因為這裡是出了 陽陰陽陰陽 這個應該是比較對的 如果這裡呢 1.2.3 看到三浪的位置 都是陽陰陽 應該不是 那 即是說 2567才開始大的四浪調整 這個就比較合理 即是說 現在呢 它就要去到這個位置 那 先開始有一個比較大的調整 那 但是 會不會馬上去呢 那也是難說的 可能會下一下 再去 也可以 即是這裡呢 可能要走一個複雜一點的調整 那 下一下 再去 再下 這樣 也不排除 這裡是1 2 3 4 5 那 先走一個大四浪 那 黃金就是這樣的看法 那 那 看看 看看 原油 那 看看原油的走勢 那 看到周線圖 它上個禮拜 就是 support by那條 233MA 周線圖 那 之前也試過support 這條MA 然後就做了一個比較大的反彈 那 對應前面這個浪的一個反彈 然後它再試 試完這次有反彈 但是它反彈是弱了 沒有把它扭成一枝羊竹 始終都是收回陰竹 那 那 現在的看法就是 應該做完反彈 都會繼續下 但是這個反彈呢 看看是 去到前面那個跌浪的幾多% 看到0.5的剛剛好0.5 那 那 通常0.5有機會轉回跌的 如果是反彈的話 看到0.5 然後是沒有企穩的 那 這一點是差的 那 所以它就叫做有權開始回跌浪 現在 有權開始回跌浪了 因為它0.5企不穩 看一看美元指數走勢 那 那 看到日線圖 美元指數呢 就一直是處於跌浪 然後它就 收了一支好像十字 1 2 3 4 5 但是這些位置很難說的 1 2 3 4 5 那 那 有個轉向也都不奇怪 可能轉一轉 對應回這裡的這個2浪 加上這裡 1 2 3 4 5 這樣才破 再去周線的2 3 3 那些位置也有可能 那 它現在可能是出一個小反彈 有機會 因為它始終是收了四支陰竹的了 而且比較長,周線是收了四支陰竹一連續,而且是比較長的 所以這裡也不排除會有一個小反彈出現,甚至乎有隻羊竹出現也不奇怪 之後再下,也有可能的 看到這裡,由這位置開始,陰陽,陰陽,陰,陰,也有可能這樣走 所以這幾天可能會有些反彈 技術指標也比較低 像是有些反彈才下 但是最終應該會去試周線的2,3,3,A 大家看看比特幣 大家看看比特幣,看到周線圖 之前說到這裡有個失敗5浪,這裡有3,4,5 加起來是一個大1浪 即是在這裡走2浪,2A,2B,2C,會不會這麼短 做完2? 接著開始的3,暫時就覺得不太相似 它有機會的2再複雜 即是在這裡,2A,2B,2C,1,2C,2,2C,3,4,5 再完成2C,才開始的3浪 這裡是有一個調整浪的結構 但這個調整浪就像是一個,看到它回吐也不太多 回吐不夠70% 即是在這裡,如果這個是一個A,B,C 然後這裡回了這麼少 那這裡會走一個 會走一個雙色Z 即是說它最少要去到 Y要去到W的90% 即是說它這個反彈呢 它這個反彈最少要去到 68085,它才會是轉向 由於它是一個反彈浪,是對應前面這個浪的反彈 所以它又不會升穿這個位置 但它就會彈到比較高 看到是68085, 即是稍後的走勢應該會是彈到這個位置 接著就走那個3浪 4浪,5浪 這樣才完成一個大的2浪 這樣才上去 所以它還有反彈的,還有反彈空間 但反彈完呢 它會破底,破這個底,即是去到4萬 可能4萬那些位置 那麼,比特幣就大概是這樣的走勢 那今天這條片又拍到這裡 喜歡可以給個like,訂閱,訂閱,訂閱回來 歡迎分享給朋友看 你也可以壓力走回Youtube會員 或者Patreon會員 那我們,明天再見,拜拜 再見